这个男人是全校学生的偶像 男生见了想膜拜 女生见了想求爱 可他偏偏脑回路清奇 以为所有人都在讨厌他 于是男主就给自己套了一个结界劝退众人 他连是内鞋都要带回家 因为在初中时 鞋子经常被人偷走 可他哪里能想到那是狂热粉丝拿回家收藏啊 当男主打开箱子时 一封信掉了出来 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以为是诅咒信 以前就收到过满满一箱 可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 根本传不下去 男主又仔细想想 现在都2022年了 谁还会这么无聊 于是他又想到了挑战性 男主当激励断把信丢进垃圾桶 他还暗自庆幸自己机智的一品 这时身后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大头把男主臭骂了一顿 因为这封信是粉毛通宵一个晚上才写出来的 虽然不知道两个女生为什么要给他写挑战性 但总不会在教室里做他一顿吧 于是男主就上前询问情况 接着男主就开始脑补有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 淹没在一群女生的口水中 又或者被他们叫来的小混混流 此时老师叫他上去做题 男主又把同学崇拜的目光 当成是在看他笑话 然后他就当场展示了一波书法 男主打算跟粉毛好好谈一下 但他根本不知道粉毛叫什么名字 他又想到跟粉毛一起的大头 却正好看到大头一直盯着自己 大头看到男主一直盯着自己 竟然开始了歪歪 男主打算写信叫他出去畅谈一下 而大头以为这是男主卸给粉毛的 大头急不可耐地来到楼梯间 没想到自己的春天这么快就来了 当他打开信封时 看到的竟是摔炸天的草树 他倾尽全力也就看懂一个字 于是大头陷入了无尽的挣扎 一边是全校偶像 一边是好闺蜜 发自打轮華厄的红图 Kraete 他打开信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